如何去设置新版的Google voice 如何解锁Google voice号码 如何设置pn 把Google voice永久保号 再也不用每个月去发短信 或者说打电话来保号 配够升级成卡 或者成卡降级到配够卡的操作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本周Google voice关闭了旧版入口 这就造成了一些麻烦 我们再也没有办法 切换到旧版的Google voice 来进行一些操作 比如说把Google voice变成永久号码 之前的教程是需要切换到旧版来操作的 那么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去切换呢 另外如果我们要设置Google voice的pn 是需要到旧版 我们要解锁Google voice 转移到其他的运营商 也是要到旧版 现在旧版没了 那么在新版界面 我们到底还能不能进行以上的操作 如果能要如何操作 经过我的一番研究之后 发现这些功能在新版全部都是有保留的 只是变了入口 除了以上这些 新版还增加了一个非常棒的功能 这个功能能让Google voice的性价比爆棚 今天的视频 我会详细的教大家如何去设置 新版的Google voice 来实现Google voice永久保号 解锁 pn设置 以及上面讲到的超棒的功能 那我们开始吧 我们首先来到Google voice的首页 之前的话我们点击左边的三道杠 是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切换到旧版的选项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选项了 其他的界面没有任何变化 我们就直接点击设置 去重点看一下设置里面的情况 首先是账号 下面有一个解锁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操作解锁Google voice 之前的话解锁是非常麻烦的 我们还需要到一个隐藏很深的专门的网页去进行解锁 而现在的话我们直接点击这个解锁按钮就可以了 操作会更加的便捷 我们点击解锁之后就会跳出来一个窗口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如果要解锁号码的话 是需要支付3美元的解锁费用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的Google voice号码 是从其他运营商转移过来的 这个时候解锁是不需要费用的 要注意是其他的电信运营商 比如说是T-mobile或者ATT 如果是别的Google voice 那还是需要解锁费用的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点击是 接下来输入一下自己的信用卡信息 国内的外币信用卡也是可以的 国家建议大家选择美国 选完美国之后 只需要输入一个美国的邮编就可以了 付款3美元就可以解锁成功了 解锁成功之后 我们的Google voice号码 就可以转移到其他的运营商 比如说可以用来激活美国实体手机卡 Ultropego和成卡 具体大家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 观看之前详细的视频教程 下面是Google voice的新功能 邪号转网 这个功能让Google voice的性价比飙升 这就意味着 如果我们之前有其他运营商的号码 但是觉得资费太贵 我们就可以把其他运营商的号码 转入到Google voice 享受Google voice的低廉资费 而且通过这个功能 我们可以实现Google voice永久保号 Ultropego升级成卡 或者成卡降级到pego 这些骚操作 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 这边的邪号转网 指的是转入其他运营商的号码 如果同样是Google voice 是没有办法通过邪号转网转入的 我们直接点击邪号转网 我们把其他运营商的号码转入到Google voice 是要一次性支付20美元的费用的 转网的时候会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就是 你用你其他运营商的号码 来覆盖现有的Google voice号码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Google voice号码 就会消失掉了 我们的Google voice账号里面只有一个号码 就是新转移进来的这个号码 第二个选项是 我们可以把Google voice号码永久保留 这个时候我们的Google账号里面 就会有两个号码 一个是原来的Google voice号码 另外一个是我们转移进来的 其他运营商给你的号码 但是这个号码的运营商就会变成 Google voice 也就是变成虚拟号码了 而这两个号码原则上都是永久号码 不会被Google回收 这样就起到了永久保号的作用 我们点击开始协号转网 输入下其他运营商的号码 发送验证码 接着输入验证码 通过验证可以协号转网了 系统再次提醒我们 协号转网是需要支付20美元的费用 协号转网是需要1-2天才可以成功的 但实际上根据我的操作经验 协号转网在美国的工作时间 一般5分钟之内就可以搞定了 非工作时间可能要2-3个小时 点击下一步 下面的话就输一下其他运营商 号码的账户 PN地址等信息 输入完成之后 点击下一步确认就可以了 我这边暂时不准备转入 所以说我就不继续操作了 通过这个协号转网的功能 我们可以实现两个操作 第一个操作是把Google voice永久保号 再也不用每个月去发短信 或者说打电话来保号 第二个操作是可以把其他运营商的号码转入 达到降低资费的标准 但是同时这个号码也会变成虚拟号码 另外我之前介绍过Ultra的配够和橙卡 很多小伙伴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想要把配够卡升级为成卡 或者说成卡降级为配够卡 Ultra的官网说这两张卡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但是必须要先把号码转移到其他运营商 然后再把号码转入到目标的卡片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转入Google voice 再转出去了 从而达到配够升级成卡 或者成卡降级到配够卡的操作 接下来就是转移号码的功能 转移号码其实就是之前 Google voice号码相互转移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Google voice号码 是从淘宝上购买的 我想把这个号码转移到自己的Google账户里面 就可以通过这个转移号码的方式来进行 操作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点击转移号码 然后点击开始协号转网 这里的转移号码是两个不同的Google账户之间的转移 这边的话直接输入目标的Google账户 就可以转移成功了 非常简单 我这边就不演示了 接下来的话就是之前就有的一些功能 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比较常用的一些功能就是 我们下面在语音信箱这里 我们可以去录制一个问候语 别人打了电话 然后当我们没有接到之后 系统就会转到语音信箱 对方就会听到我们现在录制的话 比如说你好我现在有事不方便接听你的电话 接下来就是一个关键设置 就是拨打语收听 这个选项默认是关掉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打开就可以看到 会跳出来一个窗口 提示我们创建或更改PN 其实这里就是我们之前旧版里面的 Voicemail PN 如果我们想要把Google voice 转移到其他的运营商 就需要在后台进行两个操作 第一个操作就是前面介绍过的解锁 支付3美元 第二个操作是在这里进行的PN设置 进行了这两个操作之后 我们才可以把Google voice的号码 转移到其他运营商 如果没有设置的话 肯定是转移不成功的 这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 接下来如果说我们要去拨打非美国电话 是要进行充值的 充值的话有三个金额可以选 我们选好直接点充值 输入信卡就可以充值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最后面在下面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通话的费率是可以直接拨打全球的电话的 我们去搜一下中国 可以看到拨打中国的话是每分钟0.02美元 这个费用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如果说有长途电话需求的话 用Google voice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但是Google voice的致命问题是 它是一个虚拟号码 打电话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注册PayPal 注册美国的银行账户 注册Facebook 就会提示时VoIP电话无法注册 这个时候就需要将UltraPayGo 或者乘卡这样的美国实体手机卡了 Google voice和美国实体手机卡 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 我个人是目前同时拥有三个Google voice号码 用来打电话和注册一些网站服务 还有一个UltraPayGo卡 用来注册PayPal Zelle和美国的银行账户 以上就是今天向大家介绍的全新的Google voice 如何把Google voice变成永久号码 如何解锁Google voice号码 如何设置PN 如何把其他运营商的号码转移到Google voice 如果说大家对这些方法有什么疑问 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 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 最后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 帮助更多的人那我们下期再见